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坚持下去 那么到底这一次的所谓打房税也好 磕奢侈税也好 它的全面影响会是什么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面对挑战 讨论了好久的奢侈税总算有眉目了 珠宝私人飞机游艇 总价300万元以上的要磕10%的税 不过这只是小菜 重点在于房地产 只要是买卖非自用住宅 名下有第二间房子的 第一年转手要磕15% 第二年买卖要磕10% 此例一出 据说地保立刻降价了1200万求售 就连新北市新版特区的房子 竟然也传出低于6折的行情 投资客收手 看污人潮以及退案量 确实大幅减少 但是口袋深的投资客没在怕 只要找人头户买房子 政府抓得到吗 而要从建商身上扒两层皮 奢侈税在立法院能够顺利过关吗 好 其实这个影响所及最直接的 这个每一年的这个329的档期 对于这个建商来说 是最重要的一个推案的这个时程了 结果今年被形容为是 有史以来最惨淡的一次329的这个档期了 看起来它的影响已经是在扩大当中了 我们今天请到的四位来宾都非常有代表性 那么相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也可以给各位观众们做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我们究竟怎么样来看 所谓的收拾税或者是打房税 第一位立法委员赖世保赖委员你好 好 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淡大产经系的副教授 专门翰 专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好 第三位不得了了 最近是大大的有名 因为他手上的帆船也不少 据说常常被国税局约台是不是 但他没再怕 他说他诚实缴税 我们来欢迎资深艺人 秦伟先生 陈姐好 观众们大家好 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陈高超 高超兄你好 OK 好了 这个先请教一下立法委员赖委员 这个财政部宣示了 7月1号 生死税一定要给他磕下去 尤其这个大家呢 就是广为讨论的 这个所谓的打房税 立法院过得了 我认为应该会过得了 完全照现在这个媒体上的这个版本 都不会修 这个不敢讲 会不会完全照这个百分之百 他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八十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一定会过 这个是我在立法院这么久 差不多十年左右的光景 第一次看到说要加税 全民股涨的 你觉得这次要加税 加税 全民股涨 有全民股涨吗 几乎全民股涨的 建商不会股涨 建商不是人 但是我要看一个东西 我要强调一个东西 过去大家常常批评立法院 事实上也是如此 该被批评的 那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税改 端出来 它里面一定加加减减 所以是合理的话 这个税取消了 加一个什么东西 它整个配套了 到立法院的话 结果大部分什么 那个加税的没有了 没有过 什么原因没有过 减税过了 以前大概这个样子 对 没有错 可是这一次是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名气可用 我觉得立法院的 好好地珍惜这一次 好好地利用这一次 OK 好 展现执政党 以及所有的这个朝野党派 支持政府这样子 要所谓的打房 我觉得就是打房 就是打房嘛 大家财政部也不要规避 来说我们没有在打房 因为房价过高 已经是十大民怨之一 也非全民之福 财富的一个差距 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觉得说 政府的动作为什么这么慢 政府为什么没有动作 他们这样子不断炒作 好 现在动作来了 而且这次 马政府一再地强调 是非作不可 让你 你说你们一上去赚钱没关系 政府要磕一点税嘛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OK 好 这个赖委员说得好 就是说过去来 在台湾社会来讲的话 任何的加税 都是非常敏感的议题 尤其如果碰到什么 选举前后的话 更不可能提这个所谓加税了 可是这一次的这个税呢 尤其是在这个 所谓磕这个房产的税方面 是这么的重 但是却引起了 大部分民众的高度的肯定 这个是一个比较难得的现象 可是他们也有人会担心 它的全面影响会是什么 那么每一个人 其实台湾的自有住宅率 也高达了八成以上 那每一个人资产 会不会因此而就缩水 或者受到影响呢 等等我们一起来讨论 这个庄教授 刚才赖委员说 民气可用 从立法委员的角度来看 很少看到就是说 加税可是全民鼓掌的 学者更是鼓掌吗 这样讲 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 该做的事情 应该把那个非理性繁荣 那一部分把它降下来而已 我想说刚刚讲 全民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民怨第一 那以前的话 可能是很多的这些 民意代表不见得会赞成 但是你面对今年年底选举 必然要支持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你房价涨 你如果说涨的幅度 跟你的经济成长率 或者薪水的增加 差不多 那大概没问题 你超过以后 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刚刚讲到房价 台北市平均价 已经预售70万5 那个大安区 115万 那个新一区 95万 那你现在刚刚讲 预售物来讲连新庄 新庄你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那么那么样的标涨 你知道 你看台北以前的重新 都是在博外特区这个地方 后来到了新计划区 以前四次兵工厂 所以 这个是副都心 然后第一个副都心 在南港 经贸园区 所以那边涨了100万 所以包括了这个南港 包括了这个新庄的副都心 也都被炒作起来了 所以只要副都心就觉得 他一定可骑 所以这样一炒 又把这个情节 就把它移到了心中去 所以庄教授 站在一个学者的立场 你也认为政府这次出手 不会太重 这样讲的 过于不急 我都觉得不好 对 早该刹车 今天不会有这种情绪 所以现在这样来讲 绝对是很重 想一个问题 算是重 但是也非做不可 现在证交税 是千分之三 就一个股票 一支股票 你交易333次 大概就全部缴税了 你现在15%的话 等于是七次 如果想想看 这样子可能吗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要定义 是你卖出有赚钱才克 还是说不赚钱就克 好 等一下我们 对 我知道 但是现场就起码就是说 赖委员 立法委员 学者立场认为说 为了避免台湾的房市 可能泡沫化 或者是说 涨的幅度太快速了 跟不上经济的成长 或者是人民加薪的脚步 所以政府的出手 是有其必要性的 但是我就看到一张 可能比较沉重的脸 秦伟 你会赞成 你觉得这一次的 这个政府的打房 有没有打到你 因为我个人不是短线交易 我的房子大概都是 我一直以为你是短线交易 因为我之前讲的 那个五字绝 所谓的冲脱泡盖送的脱 当做明天脱手 不代表我明天真的卖 是当做我明天卖 都有价的意思 大家可能误会的意思 所以你要那个 那个师傅传武功的时候 要听懂那个武林证据 就好像说报纸钱 哇 你看这个奢子税发威 为地宝降一千两百万 大家看这里对不对 我看这里 43%的民众不幸房价会跌 那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措施呢 我自己个人认为 有三步一没有 第一步 香港跟我们跟香港做嘛 香港做了它也是涨税嘛 但是它不降反涨 你是说如果以香港经营来看的话呢 香港这样磕这个印花税 而且很重 这个比例等一下 我来跟各位来报告一下 而且大家很多那个卖主 他把那15就灌在那个房价里面了 第二个不是 预售屋它不限嘛 所以现在很多的预售屋啊 其实是房仲自己下去操作 我买了买来之后然后操作 反正我不磕税嘛 来来回回就有利润了 好 等一下 所以请问我问你 就是说这一波这样子的 所谓的磕这个 15%到10%的 所谓的这个打房税 有没有打到像你这样的投资客 打不到 打不到 而且对我们来讲是好 交易会趋缓啊 巴菲特讲过一句话 当浪潮退了你就知道谁在裸泳 口袋够深的人 当然可以玩 赶快退场吧 真正来我们 我们真的可以玩的人 继续留在场内玩嘛 为什么一定要裸泳呢 有些人啊 真的是裸泳 就是他是用杠杆融资原理 根本没有子弹的没有那么多嘛 好 所以请问你并不担心 那你也觉得说这个事实的 这个让这个房价 不要这么一直的往上涨 是健康的 我刚刚说三步嘛 第三个不就是 不管突然工作失能的人 对 假设我今天 我们这个领星阶级 我就毕西医生买了房子 买了房子 结果万一被裁员了 我不能卖房子 两年内不能卖 那第四个 没有配套的国宅 赶快新建 当然需要我们立委 来帮我们登高一呼 OK 而且那个价位要合理 他喊领口18万 领口本来就18 所以有什么好喊的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个我的这段时间已经到了 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来听听这个陈高超兄 因为呢 刚才秦伟说 他认为这个房价 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也许交易会趋缓 但是高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马上回来挑战面对面